基本上也许你在新增一个查询界面Offset 那Offset是顾名思义啦 Offset就是偏移的意思 那所谓的偏移它会跟你要三个 要五个资料 不过五个资料其中高跟宽 你可以不用理会 因为其实你不用回来东西 还要设定宽跟高啦 所以下面这两个可以略过 那第一个参数是指的是 你要参考的是 Reference是你要参考的是 你那个什么查询那个表格里面的哪个位置 那以哪个位置 比如说我以那个编号的位置当基准 就像这个 比如说我要查询的表格在这里 那如果我今天以这个当基准的话 如果偏移一列 那就是001 如果偏移一栏的话 那就是这个 就是如果偏移的是一列 再加一栏 就是无薄微 如果偏移的是两列一栏的话 那就是张显雅 那如果是三列一栏 那就是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刚好这个编号 它这个完全是match 就是我们要偏移 如果我今天以这个为基准的话 那这个刚好编号就是刚好偏移的数量 偏移多少个 那偏移如果偏移一栏的话 刚好就抓到的是姓名 偏移两栏就总销量 三栏 四栏 OK 所以应该了解吧 就是所有的偏移是以哪个为基准 所以也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以这个为基准 它会问我三个讯息 你以哪个为基准 再来问你说你偏移向下 正数的话 向下是正数 是列 向右正数 是缆 是抓哪一缆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原理原则 它如果复数的话 就刚好反方向 OK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 懂了这个原理原则之后 要把刚刚的查询 用offset做出来 其实offset只是做位置的移动而已 那怎么做 第一个请你再复制一个 在offset之内 然后呢 把里面的东西删掉 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可以利用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检视参照 因为它欧开头嘛 所以你找到欧开头往下 刚好match的下面 offset 按确定 然后跟你要三个资料 OK 其实以后记得啦 就是其实函数 即便你没用过 你也要慢慢学会 它跟你要什么 你给它什么 它会给你正确的结果 所以你就要观察一下 大概哪些 其实很多函数我也 常常是没用过 可是我看一下 我大概就知道怎么用了 因为试了一下 它大概都会跟你讲说 你跟你要什么 第一个 reference 参考 哪一个位置 那基本上是对照的 这个编号这个位置 OK 第二个 你要在这个总标里面 移动几个位置 那基本上我是以 就是列的部分呢 刚好它是match什么 match这个数量 有没有 移动一个 刚好就抓到 列的正确位置 我再来就控制缆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列的部分呢 我就干脆以什么 以这个编号 假设008 那因为它本来给我的是文字 那它在列这个地方 文字给它 它自动帮你转成数字 它自动转型了 所以你不用管那个 只要是里面是放着 可以转变成 数字的一个东西 它就帮你转 008 那也就是说 它会从编号 先向下 八个 刚好就是那个 008的那个 编号的位置 那再来列的部分 假设你要是姓名的话 那就是 再向右几栏呢 刚好 就是 先向 跑这边 然后再向右几栏 一栏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输入1就可以了 OK 那可是 等一下需要 向下填满 那所以你可以 跟刚刚一样 如果你用RAW 你可以这边 打个RAW 那因为 这边抓到是第三列 所以它变成1的话 就减掉2 OK 记得一样 这边把它锁起来 这边锁住 OK 位置给它锁起来 固定住 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参照到这里 所以也把它锁起来 OK 好 按确定 确定完毕之后呢 就找到了 那向下填满 OK 应该没错啦 我们随便再捞 第一笔记录 那你会UberWay 然后它这边相关的数字 UberWay 这个应该没错 它就帮我们把 资料给捞过来 但是它捞资料的方法是这样 就是去 Offset值的 是以这个基准 比如说我刚刚是1的话 就是 以这个为基准 向下1 然后向右1 就抓到 UberWay 把它抓过来 向这个方向 变成2 总销料 所以一个一个呢 把它资料 通通都 Offset过来 所以这个是用Offset函数把它做出来的 那其实其他还有很多函数也都办得到 像另外还有一个常用的函数 叫InDirect 其实也办得到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方向 因为InDirect的特性是 你必须给它的是一个栏位的一个文字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假设了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在这一题刚好比较不适用InDirect 但是不是说 不是用就不能用 其实还是可以想想办法 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用InDirect InDirect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也是插入函数 InDirect常用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这个按确定 那它需要给什么东西 Reference Test 记得是文字 那所以001的文字 基本上是指的是什么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文字 指的是B3 所以将来你必须给它一个参照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这个位置给它 OK 那会自动参照到B3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把它按去 其实就是一个工作表名称 再加上 记得哦 外面它比较麻烦一点 你把它离开 其他函数会自动帮你补上那个双引号 可是这个函数很奇怪 它不会自动帮你补双引号 如果没有补双引号 那最后结果一定会错误 所以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记得把它补个双引号 OK 记得好像是把它补个双引号按确定 它会自动去抓那个里面的资料 吴博威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补这个双引号 因为其实为什么很多人用这个Internet用不成功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这个函数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它的一个bug 它会不帮你加 很奇怪 其他函数都会移开 会像那个Conif移开 自动帮你加 可是又不加 不加同学一用 奇怪就错 你按确定刚刚就是产生这个错误 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其实关键点是在这里 就是把这边啊 前后加一个什么 双引号 双引号 就可以了 按确定 但是这一题比较麻烦一点点 各位再自己想想看啊 为什么这个后面没有啊 主要是因为 这个 这个因为我们向下拉了之后 是要变更什么 把那个 B要变成C C要变成D OK 那问题来了 那你要怎么样刚好向下拉 B要变成C 因为他向下拉只是数字增加 而不是英文的这个这个增加 所以这个导师比较麻烦 那不是不能做啦 可以做 你也许你可能要用到那个前面讲过的 有那个抓ASCII Code 位置有没有 因为你丢ASCII Code给他 他会返还给你一个 比如说英文的位置 但是复杂度可能有点高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把这个稍微思考一下 Indirect的部分也可以再试试看 画面先创给各位一下 你们先试试看有Offset 那Indirect应该难度比较高一些些 我就留给那个可能程度稍微好一些些的同学 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假设你这一题用Indirect也能够把它实作出来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Indirect的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地方就是说 它不会自动帮你加前后的双引号 那你自己加上去 就可以完整了 只是说这地方要怎么样刚刚好内去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